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爱摩世 马上就有一个重磅喜讯要传来了 那就是唐森终于娶了女儿国的国王 赵丽颖跟冯绍峰是终于宣布正式结婚了 自己微博上面晒出了与冯绍峰的结婚照 并且还配文官宣宣布两个人正式结婚 其实两个人的恋情从去年4月被拍到一起吃火锅 再到屡屡被拍到被偶遇 再到回应这个怀孕的传闻 再到跟前经纪人解约 好像一直处于一个扑朔迷迪跌宕起步的状态 但是现在两个人是终于修成正果了 所以我们全娱乐的小伙伴们 也要在这里祝福这对新人 希望他们可以新婚快乐 早生归子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到评论区 赶紧送上人的祝福 好了 接下来就是每天让小编累到吐血的 圈中猛料 一起来了解一下 昨天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结婚后 谢娜 安州拉贝比 邓超 吴奇龙 杨子 宋倩 看青子 唐一新等等等等 差不多全娱乐圈都来贺喜 其中就有去年采邦微博的前辈关小彤 赵丽颖生日快乐 愿冯照婚姻幸福 并配上了两个憧憬的表情 对 憧憬怎么了 难当婚女当嫁 奔着结婚的恋爱这不是很好吗 来 小鹿小童 微博的下次崩溃任务就交给你们啦 近日有网友爆料刘诗诗以怀双胞拍三个月 简直一时激起千层浪 半小时被回复几十页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世龙夫妇频频在美国洛杉矶被偶遇 咖啡馆 环球影城 处处留下了夫妻俩的踪迹 我们的瓜友也堪比柯南 直指洛杉矶做试管婴儿的医院很有名 要知道 刘诗诗和胡奇龙自从2015年1月领证 2016年3月在巴黎岛举办婚礼之后 虽然已成娱乐圈铁打的神仙眷侣 却一直过着二人世界 网友催生简直望眼欲穿 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喜过望 不过最近娱乐圈喜气营营 也希望早日等到世龙夫妇的官宣啦 继冯绍峰迎娶赵丽颖之后 终生代男性罗金被报 已与女友唐嫣领证 并将于本月25号举办婚礼 网友爆出的是唐嫣罗金婚礼活动相关的宣传文案 活动主题被王后驾到 可以说是很贴切了 如若爆料成真 那么堂堂终于要发糖了 最近的40代男星在解决人生大事上 都很争气嘛 这边赵丽颖冯绍峰结婚 却被韩国媒体错把林更新认成冯绍峰 不过楚桥CP中的两人 似乎都好事将近了 近日有网友爆出偶于林更新与王立坤合体看房 难不成是准备购置婚房 照片中王立坤身穿白色T恤 蓝色牛仔裤 头戴棒球帽 神态轻松 林更新则是招牌的老头衫大裤衩 两人的穿衣style也是越发接近 近段时间王立坤林更新多次被拍到一起出行 网友已经在呼唤娱乐圈新的官宣了 赵丽颖冯绍峰官宣结婚之后 胡哥的微博又遭沦陷 大批瓜由组团例行催婚 更有操心的粉丝指出 对于演员来说拍戏就约等于相亲了 这是对胡哥例外 还有网友独奶一口 只怕吴磊弟弟都结婚了 胡哥还在当伴郎 这也太狠了吧 赵丽颖冯绍峰官宣领证 除了可以承受八个明星同时出轨的微博真相崩溃 我们的发际线男孩小吴同志 也要伤心流泪了 昨天在与颖宝的结婚照上 冯绍峰精致的健眉 被网友直指撞眉发际线小吴 并发出对比照 也是相似的令人发指 并称 小吴曾自爆想要找个丽颖这样的女朋友 网友安慰小吴的同时也精辟总结 命中注定的 会有眉毛替我爱你 昨天恋爱锦里张一星突然登上热搜 因为粉丝觉得 去年小绵羊一发专辑 陆寒冠小童就公布恋情 今年一发专辑 赵丽颖冯绍峰又公布领证 绝对的恋爱锦里 BUT不少网友却觉得 这是赤裸裸的碰瓦 明明是冯绍婚事压得正主心格没有水花 顺势营销罢了 全姐觉得 粉丝帮宣传那是粉丝的事 一星应该一无所知吧 没看之后他也发视频感叹 这预售可以这么卖的 有人欢喜有人妖 赢保领证 各路CP粉纷纷痛心发帖 我的CP今天第一了 只能寄情于回顾网日合作的作品 BUT女友粉们开心呀 陈伟婷 林更新 陈小 吴亦凡的粉丝 都陆陆续续续办起了抽奖活动 现金 辣条 化妆品 保养品 反正脸上抹的 身上穿的肚里吃的应有尽有 不知道还以为双十一提前到了呢 这么看来冯绍峰娶了赵丽友 还是皆大欢喜啦 山东属虎狮子座的彪悍大妞张雨琪 三年离两婚 手起刀落的痛快劲圈粉了不少弥卖 然而离婚后 关于张雨琪前夫圆八元的爆料不断 有强力挂有八皮称 圆八元总资产一亿三千万元 而负债就有一亿一千万元 其第一桶金更是从一位富婆手上撬来 两人离婚直接援烟 更是男方开始算计女方财产 可贵的是张雨琪迅速澄清称 问题出现在双方身上 惹来众网友点赞 经济生活都独立 才是真正的女权 圈杰也恭喜张雨琪及时止损 但绝不放弃再爱的勇气 近日 有网友曝光了王妃谢霆锋 在云南的爱潮内外装饰 除了豪华油品的设计外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妥妥地应了那句话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据悉 王妃和谢霆锋每年都会来到这个爱潮度假 而天后本人更是对云南的风景情有独钟 豪华平日里止住了两条泰迪 另外有一位保姆阿姨负责打扫 有相当一段日子 王妃或者谢霆锋没有来这里了 说到这儿 有罐友掐指一算 风妃似乎有大半年没有同框了 莫不是最近天后忙碌开工 冷淡了霆锋 如今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爱潮再度启用 似乎是指日可待啊 近日有网友拍到 陆寒的杭州演唱会上惊献奶奶粉 两位头发花白的芦苇奶奶们 结伴来给小鹿加油 更有全副武装的老奶奶 头戴小鹿发式 在看台上拿着望远镜追星 网友直呼太可爱了 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后 还在追星的自己 近日 朱军 闲子卖梢 关键词出现在了微博热搜 昨天 朱军性侵案当事人朋友 在微博更新长文 详细描述朱军案经过 从14年案发后投诉无门 到今年事件在网上曝光后 自己变成被告 受到朱军势力等各方面威胁的事情 都在时间线上进行了补充 并宣布 本月25号 原告朱军将和自己 以及当事人在海淀法院 交换证据 待定开庭 网友们也是希望早日开庭 希望传了这么多年的事件 能给出一个结果 八卦很久远 娱乐圈不停 这就是娱乐圈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带你Pick Idol 带你飞 让你秒变圈里人 我是今天的圈主播 希希 明天早晨八点钟 这就是娱乐圈 带你接着圈 回往过去 这世界很酷